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花吉红第一村里 看看 有意见 录得慢 看看吉红的前世今生是怎样 别脆了 走 吉红是否大嶺最漂亮的? 对 吉红是哪里都有吉红 是 真正的国家饭恋好 用土质来好心去饭恋 全世界都是我们大量的土质 最適合全世界人饮食 一路和阿叔谈一路做功课 那时候原来我们的花洲吉红很威胁 之前之前不是我们平民伯母吃的东西 是进贡给皇帝老爷子吃的东西 到今时今日在北京古宫物馆 都会有一个专买点 买花洲吉红的东西 如何把这东西变成我们常见的东西 再看看 烤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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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的方式是什么? 加热的方式是色彩的 是传统造法 是最传统的 大概有多少年历史? 清朝以来都是这样的 起码200多年 要烘多久? 大概五天 五天 有没有一些现代的功诊可以代替它? 有 现在有用电来烤的 有用玫瑰来烤的 嗯 但是这种味道就比较好 好 有四天 现在它就用那种石膠盆来烤的 以前呢? 以前用粥 粥啊? 哦 粥团 粥团很硬 烟团很大 啊 灌完之后呢 出来就成桥了 有些客人要求一定要手工 因为它的成桥了 成桥了 成桥了就没有切片 这种表面 它没有咒嚼 然后在眼里有些咒嚼 有些咒嚼 这次看到的有不同了 是陈师傅自己的手工传统的做法 它有一种味道 很有趣的 有时候的柠檬皮 那种是那种感觉 但是偏偏 它不是消散了 是很持久的 沉了下去的味道 多问你一个人 这种发毛的 这种是 这种 很丑 特别是表面都没有的 好像那些白斑那样 就是品种问题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味道不算很浓 试试它 初入口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 有点像喝着柠檬皮的水 它又不是苦味 又不是稠味 就是转变 由稠味变成甘甜味的 那一段的味道 它很持久 在口腔里 有那种味道存在 回甘 回甜 会保持住 反而你觉得它是精神了 一口我说有 很夸张 但是我喜欢它的味道 一直在 而且它落到这里 它也是有味的 感受到甘洁味 在口腔里反回来 这个是舒服的位置 神师傅 这款鸡虹除了用来冲水喝 还有什么其他方式 方法来食用 煲汤 有些人都放几片 煲汁 鸡汤 可以放点 功效 我之前也做过功课 就说我们吉虹很厉害的 它是保健品 但是偏偏可以说一下药 吉虹实际上是作为食品为止的 做药 大家都用 不过 用的量 就不太多 不太少 都是泡茶喝 起码是化碳自咳 有些作用 还有一种很拎 喝了酒之后 拎酒最好就是 对我 我酒鬼来的 对呼吸道 有多少帮助 有用 吉虹 或者是 对人看什么 是非和皮 这两种是起的作用 就是 医术记载 医术直视 医术记载 所以这次也拿到我们品诚记的商城里 我们在买的每一份是100克 有需要的话可以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下方菜单 卖卖卖卖就可以找到 这款正宗的化粥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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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